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就是人和人的相处还有关系是真的是很奇妙的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 百文不如一见 对不对 好像当你见面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多了我们想说见面怎样三分情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耶 人和人的交往你实际坐下来跟他面对面聊聊天 跟隔在很远处然后打电话是很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 是吗 有气氛 对 有气氛 对 我觉得很高兴这礼拜有一个蕭隆从法兰来 他是应该算是在教会我们线上聚会应该是最勤劳最全勤的一位 但是见了面跟他聊天还是很不一样 是吗 对 所以我觉得那种面对面的相处真的是很特别 玲玲姐妹今天也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 感谢神 对 所以我觉得感谢神真的是我们能够一起见面聚会是一件非常有恩典 那我今天还有看到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对 我们盼望可以更多的会后我们更多的认识一下 好 这礼拜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蛮兴奋的 我也想跟大家更多的分享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我也知道是雕像 是谁的雕像呢 哇 眼力很好喔 对 就是那个富朗开 我们礼拜四去的 然后呢 其实这个雕像我们看到他旁边这个是一个孩子的对 然后旁边还有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天他有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雕像 有谁还记得 敬海 记得 不是 你在抓头 有人还记得吗 这个雕像的那个动作还有意义 手指头三根对不对 指向天 荣耀 归格斯 然后旁边按一个小孩对不对 为什么按小孩 有人记得吗 保护的意思 因为他们的这个富朗开成立的这个学校 最高峰的时候有多少个学生在那边 两千多个接近 还什么两千四百个对不对 两千四百个都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是我们那天分了两群 一群是德文组 我开玩笑一群是这个B1组 一群是A1组 但是我觉得A1这群有很多人都很懂得 为什么跟我们在一起 可能是年轻的一群对不对 他们就分了先去 然后疫情呢 是我们比较年长一点点的 对 我们 但是也有一些 在混在年轻人当中 好 开玩笑 对 我们都可以 就是我们那天人比较多 我们就有两群 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富朗开在莱比锡 在哈勒这边所做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当天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 就这一个人 他是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所出生的 在那时候呢 德国是一个刚刚改教完 然后改教完之后新旧教 又因着政治利益互相的怎样争斗 然后打了三十年整个欧洲大混战 然后分了四个阶段 前三个阶段都是旧教赢 最后一个阶段 总算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协议说 好 我们就各个诸侯要有自由 去选择你要信奉的是新教还是旧教 旧教简单来说就是天主教 新教是马丁路德改革之后的新教 所以是一片混乱 然后据历史记载 德国在当时候死掉多少人口 百分之五十 在那个时候你看 可以说是民生凋敝 然后家家户户 南丁都怎样很兴旺还是很少 很少 所以呢孩子就怎样流落街头 然后教会呢 刚改教完 我们想应该是很复兴对不对 但是经过这三十年的大乱斗 教会的气氛也慢慢这样沉淀下来 然后慢慢的就是按照 好 马丁路德那时候讲什么规矩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就按照这个教会的系统这样走走走 死气沉沉 然后这个富朗开呢 他是跟来比奇很有关喔 他毕业于哪里 来比奇大学 然后也在那边教书 然后他的专长是研究 包括静东的语言还有圣经的原文 这是他的专长 但是他发现有一天 他教书 他也在教会讲道 他觉得没有感动 没有能力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所以他就开始在他的房间 跪下来祷告 然后有一段经文 就特别特别的感动他 在约翰福音的20章 我来念给大家听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我一起翻开 20章的21节 这边讲到说 但既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在他的记载当中 记载了他读了这段经文 心里面有非常大的触动 然后他很确信 就是从那一天开始 他的生命重生得救 之后他在讲道 他在教书 就大有能力 大有感动 然后他后来呢 因为这边成立 哈勒成立大学 所以他就被派来这边 然后在当时候呢 我们刚才讲社会是怎样呢 就是很动荡 然后爸爸都很少 对不对 我们前前几天什么 有男人解释吗 那时候怎样 男人很少 然后很多男人都怎样呢 醉酒 然后这样赌博 所以孩子就怎样 在街头 然后呢一开始 富朗开看到这种情况 就要捐钱 奉献给这些家庭 这些男人 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拿到钱之后 做什么呢 再去怎样 赌博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 所以呢 他就说好 那他就迈出去信心的一步 说我要在这边开古尔院 建学校 孩子们来来来 你们没有家何回 这里就是你的家 他就开始教育他们 然后我听说那天介绍也有 他们说第一间 不知道是欧洲还是德国的儿童医院 我大家还有印象啊 就是在当中有个房子 他说这是第一间的儿童医院 然后就建了 还有那个什么图书馆 对不对 图书馆 我们进去的时候都要很小心 因为那个书都这样 这是几百年的历史 可是他们就真的是开放 就让我们近在眼前 然后走在那个木头地板 嘎嘎嘎 哇真的是很古老 对 然后呢就有图书馆 然后办学 然后让这些无家可归的学生 孩子都来 然后他说哇 这一栋楼跟这一栋食堂 他说食堂怎样的很特别 那个烤箱怎样 都没有停过 一直都是温度是烧早都热的 然后两栋大楼下面有一个通道 就是怎样送食物 热腾的食物这样送过去 我站在那边 我仿佛好像时光倒流 我好像可以想象当时候的那种景象 就是一边可能学生都 哇这个很多学生吵到说 很欢乐的声音 然后一边开始厨房 不停的运作 不停的运作 然后一直供应 一直供应 最高时期2400个学生 然后我觉得这一趟行程下来 我觉得就在我们的旁边 你知道吗 就在莱比锡大学毕业 在这边教宿 然后就在哈勒这边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 就是可以去那边 然后也看到教会在上帝的手中 虽然那个时候是不容易 但是呢 他兴起富朗开的人物 然后其实富朗开也受他的一个 大他30岁的施本儿的影响 那施本儿是近前主义的开始人 然后他也是主张 我们应该要在心里面 要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不只是读圣经在理性上面了解 或解释原文 而是应该要默想神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今天 现在我们在教会的生活 或是查经 我觉得都是很受用的 我们应该常常去默想 上帝的话对我有什么帮助 是吗 然后建立个人跟上帝的关系 当然 马丁路德所主张的 同样很重要 我们要回到圣经 所以你会看到说 教会的历史就好像什么 一个怎样 钟摆对不对 当教会失去了 读上帝话的这个 这么根本宝贵的这个事情 透过马丁路德 让我们看到唯独圣经 人人皆祭司 这个是音信称义非常重要 但是当人们好像一头的钻进圣经当中 开始用人的想法 或者人的制度 建立教会 慢慢僵硬硬化之后 上帝好像会借着他的灵 要怎样 回到说 不要忘记哦 你们个人也应该要回到内室 跟上帝有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说 真的 上帝是教会的主 他带我们 好像过出一个这样 一个平衡健康的生命 我们要圣经 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灵 在我们当中 所以当这一趟的旅程下来 我觉得真的是 在我里面有很多的感触 也相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能够成就的是远远超乎 他自己的能力和想象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地点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这个人物 就在我们的旁边 或者是当天没有机会去的 有机会也可以再组团 再去看一下 好 那这是今天开头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想想看 其实现在好像孤儿多吗 那我觉得属灵的孤儿更多 在那个时候战乱 大家名声不好 很多无家可归 没有爸爸 但是想想看 在现今的社会时代 我们对于家的归属感是什么 有没有人在信仰的道路上面 引领我们 在属灵上面 知不知道我们未来该怎么走 我觉得属灵的孤儿 在这个时代更多 盼望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团契 在这个时候 也是能够成为 像富朗开这样 我们能够让每一个不认识神 好像无家可归 属灵的孤儿 他们都能够回到上帝的家里面 能够来认识这位上帝 在那天 这一个导游 就是 你知道他是 他为什么在那边当导游吗 他以前就是在那边的学生 你会从他的生命 他的讲话 你就感觉到这个人 很有自信 然后很亲切 很活泼 是吗 就是跟你讲话 然后最后呢 要离开的时候 跟我握手 上帝祝福你的事公 祝福你 有人帮我翻译 对 就感觉 哇这个老先生很有活力 他就是那时候的其中一个学生 所以你会感觉到真的 人和人的交往和接触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吗 在这个 施本尔其实之前 还有一个 耶稣会的神父影响他 然后施本尔又影响这个富朗开 富朗开在多年之后又影响了什么呢 所以我们去年是看这个祖户村 今年好像又塑本 再往上往回头 再去看他原本影响他的这个人物 所以弟兄姐妹 团契非常重要 我要跟各位说 团契非常重要 如果再更精准的去说 门训非常重要 在古时候 或在现在都是这样 一个很专精的技术 一定是手把手的带 绝对不是大课堂的这样教书 然后你就会这种技术 一定是手把手的带 而且我知道 这些很专精的技术 真的是有很多的细节 是必须要在做的时候一起做 所以我觉得人和人的相处 团契甚至门训 真的是肩并肩走在一起的 真的是生活在一起的 真的是一起服侍 所以如果有一起服侍 生活的机会千万不要放弃 我知道现在在疫情 后疫情的时代 我们的网路会更 好像更放松 或者更方便 我觉得这是科技 带给我们的好处便利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人和人直接的交流 对话 眼神的对视 甚至一个握手 一个拥抱 一个鼓励 一个拍掌 那个都会造成生命当中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那天我看完 然后还有我之前做些研究 我发现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聚会 千万不要小看团契 不要小看小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 预备心领受今天上帝的话 亲爱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面对面 能够一起 线上线下一起聚会 求你来与我们同在 在待会的时间 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来开启我们 来感动我们 求你打开每一个听者的心 也打开孩子的口 主让我们今天 都在你的里面同得造就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先让这个有时候 这么美好的天气 昏昏欲睡的下午 给大家做一点互动的游戏 来连连看 这个什么果汁配什么水果呢 哎呀 我的电脑是可以看得出一点点 但是这个投影机好像 颜色好像是差不多 糟糕 好那没关系大家猜猜猜看 这个是什么水果 番茄 好 番茄要连到哪一个果汁呢 这个吗 哎 你们为什么 这个不是颜色差不多吗 浓 稠一些 哇 哎呦 不错不错 答案是没错 这个 那第二个呢 蘋果 第几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第三个 哎呦 不错 那再来这个呢 好 哇 给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 既然连浓稠度都可以看得出来 好 答案正解 没错 哎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呢 就是 什么果 水果 就挤出什么枝 对不对 你说 哎 牧师 我们又不是幼稚园 我们这边是那个教会 大家都是很有知识学识的 对 但是我要再挖深一点好吗 是透过简单 有浅入深 什么水果 就压出什么枝 同样的 我们的生命 在面对挤压 逼迫的时候 我们就会流出 什么枝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 很特别的一个主题 逼迫 我们都不喜欢逼迫 我们都不喜欢困难 我们最希望是这样 顺顺利利一帆风生 但是呢 不好意思 我在信仰的道路当中 我们就是会面对到逼迫 我们就是会面对到困难 而当我们在面对困难逼迫当中 你的心里会发出一些声音 你的口会出一些话 要留意你心里面发出的声音是什么 要留意你口所出的话是什么 那是一个很好检视你心的时刻 你知道 当我在面对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从大到小 16岁到2岁 每一个都用每一个的问题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想 那我心里面很多的话就是想要讲出来 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年岁慢慢的磨啊磨啊磨啊 其实还没有处理好 对 那我没有处理好我讲这个话也没有什么用 反而伤害了彼此的关系 所以我就越来越使用我的这个 心里面的这个刹车 对 什么时候该刹 什么时候不要讲 就刹刹刹 对 然后我发现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我们去检视 当我们面对到困难 当我们面对到逼迫 其实我们心里面会有什么声音 我们会讲出什么样的话 今天的经文我们刚刚有看过 对 在使徒行传三章这边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可以看 那如果没有话我们可以看 在使徒行传三章的1到8节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节好吗 在荧幕上面如果看得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念 请 正要静点 就求他们周记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彼得说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拉萨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见撞了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上帝 在使徒形状我们好像会看到了一个模式 是怎样的 当教会经历复兴就会怎样逼迫来到 但是逼迫来到又会怎样 又会带来复兴 你会看到路加好像仿佛刻意的 把这些事件都连在一起 教会面对到复兴就开始逼迫 当逼迫又会带来下一段的复兴 在这边我们看到生出祷告的时候 就是下午的时候彼得约翰他们上圣殿去 然后有一个人这个经文记载是几岁呢 大概四十岁左右的这个人物 然后就讲 生来是瘸腿 所以天天就这样被抬进来 抬在门口 因为美门 据解经讲讲 这个是这样 进入到奉献的门 你要奉献你会不会带一些金钱要献给上帝 你的心那时候一定也会特别的美丽 所以当有一个瘸腿的人在那边说 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 你会怎样 会特别的容易怎样 怜悯或者特别容易帮助 所以这个人他就这样 在美门那边 然后要求进殿的人来这样施舍钱给他 这时候彼得在生出下午的时候 彼得约翰他们一起 他们去殿里面 他们要怎样祷告 然后呢 他就看见彼得约翰 哇 将要进殿 然后就这样求他们给一些钱 然后彼得约翰就怎样 定金看他们 所以当你没有钱的时候就怎样 定金看了 开玩笑 彼得约翰就这样定金看他 他知道他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得一致 对 不是这样 钱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说你看我们 然后那个人就怎样 看他 以为怎样 哇 这两个进来是这样 大财主 哇 你看看我 今天怎样要给你多少钱 结果没想到彼得说什么呢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认了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然后呢就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怀之骨立刻健壮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上帝 我们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 彼得跟他说 你想要的这个 我没有 但是我能不能帮助你的 当然可以 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奉拿撒认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你知道在使徒那时候 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不是有相当多的资源 或者环境是很适合传福音的 是一个不容易的 但是呢彼得约翰 他们非常确信的一件事情是这样 他里面有什么 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名 他非常的确信 而且他知道这是这个人唯一的拯救 是他的帮助 所以他说 是的 抱歉 金银我没有 信用卡我没有 欧元我没有在身上 但是我有什么呢 能够拯救你 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奉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这个人怎样就跟着他们进殿 跳着走着赞美上帝 哇 你知道吗 在经文当中 其实这是一件怎样呢 大家会很稀奇 觉得很棒 后来我们看到彼得就开始这样 讲了一篇道 在圣经里面 彼得就开始讲了一篇道 然后他讲了什么呢 他讲了耶稣基督 就是你们所定的这位耶稣 是因为他 还有他吃了信心 让这个人在你们的面前 全来好 不是因为我彼得有什么厉害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 然后彼得继续讲道 继续分享 说你们应该怎样的 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那安舒的日子 这个安舒其实蛮有意思的 在第十九节 安舒是讲到更新的意思 refresh refreshment 一种更新 你们会经历到生命当中 那种更新 不是说那种 当我认识耶稣之后 我就这样 一帆风顺 环境顺遂 没有任何的困难条件 不是 而是在你的心里面 好像呼吸了一口 新鲜的空气 好像有一个新的电池 在你的里面 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的面前 来到你的里面 就好像刚刚我们在讲 这个富朗开一样 当他觉得他没有能力 他跪在主的面前祷告 他就仿佛是 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那神的灵在他里面吹气 之后他再讲到 在教书就大有能力 所以比如说你们要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那样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然后他继续讲到 他说主也必差遣 所预定给你的基督耶稣降临 他说耶稣会在降临 他说天必留他 一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先知所说的 就那个日子会来 耶稣基督会再来到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在这地上 上帝存留我们的生命 一定有他美好的计划和心意 在你的生命也是一样 上帝存留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 其实我们最大的盼望是怎样 今天的敬拜有讲 天堂是我家 在天上是我的家 那是好的无比 黄金街道 那水晶的水晶般的河流 医治百病 不会生病 喜乐 这是我们天上的家 但是上帝还存留我们的生命 在这地上 有他美好的旨意还有计划 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到 什么时候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样 持续的在地上活出 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 这样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讨人的喜悦 这个人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什么 那个人会不会喜欢我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好 这也是蛮好的 但是倘若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抉择 我是要做一个讨人喜悦的人呢 还是要讨上帝喜悦的人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 好 所以当彼得讲完这篇道之后呢 有多少个人相信了 一千 两千 三千 四千 五千 经文记载是这样 五千人 在第四章的第四节 但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 南丁哦 只记在南丁的数目 约有五千 约到五千 哇 我们应该想象说这样 哇 上帝行神迹 然后彼得讲到复兴 应该是这样 全程欢喜 是这样吗 不是 对不对 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样的 哇 他们就这样 面对到官府长老文士 就这样开始开会 要这样逼迫他们 要抓他们 但是我们先来看 在这一段当中 我觉得有几点 我们可以多一点去思想 第一个就是人的需要 引领人去经历耶稣 你知道 这个瘸子有他的需要 但是呢 透过这个他的需要 让他去怎样 自己去经历到耶稣 你知道 常常我们会说 那家店的牛肉面不错哦 或者是那家店 什么 最近要开门咯 或是那家店我去买过 怎么样不错 最好的方式是怎样呢 带他去吃一次 对不对 他自然就知道 哇 真的不错耶 或者是说 你讲的 跟你讲的实际上 不一样不好 对不对 那我就这样 下次不去了 最好就是让他经历 自己去经历 我发现其实 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最好是怎样呢 当你跟他分享完之后呢 带他怎样 去经历耶稣 你有什么困难 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祷告 你知道吗 当他自己去经历耶稣 原本是我生命的耶稣 会成为怎样 他生命的耶稣 他就自己去经历到上帝 所以人的需要呢 其实可以引领人去怎样 经历耶稣 而耶稣的名是什么 唯一的拯救 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 时代传福音 我觉得会有点挑战 怎么说 因为现在怎样 物质很丰富 科技很发达 好像我们人一些的需要 都仿佛可以得到满足 是吗 我不是说医药不好 生病当然还是要看医生 当然医生的医嘱 我们还是要去听从 附带提一下 今天呢 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待会基达哥要跟我们分享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去经历到他的身体 得到医治得到恢复 待会我们会一起听 那但是呢 我们不能够忽略一件事 就是想 其实唯一的拯救是耶稣的名 我们往往会想说 对啊 就是有这么多的方式 可以来帮助我们 好像我们会慢慢的 不再去求告耶稣的名 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 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求神来帮助我们 要知道唯有他的名 能够让我们的生命 真正的得到改变 真正的得到力量 当然医药科学 这都是上帝 上帝创造这宇宙万物 这是按照他的法则 他的原则 这都是有的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 是的 我们生病吃药 是的 我们也要为自己身体祷告 是的 我们心里面难过 我们可能有一些放松 去踢球 或者去大自然 去看动物 在讲我啊 有的时候去看看动物 去踢踢球 就让我心里面放松 但是不要忘记 真正让我心里面得到力量 是怎样 是上帝 耶稣的名 可以让我真正的得到拯救 你知道啊 在这当中 你会经历 自己经历到说 啊是的 就算这世界很美好 但他不能真正解决我的问题 真正能解决我的问题 唯有耶稣的名 就仿佛彼得在那时候 跟这个瘸子讲的话 经营 对 可以帮你一下下 但是你生命 真的要得到拯救 唯有神的名 耶稣基督的名 能够让你真正得到 医治 得到拯救 第三个 不要忽视 平常身旁有需要的人 带他们经历耶稣吧 想想看你身旁 是不是经过一些人 可能楼下的邻居 常常见到他 或者学校的同学 常常就坐在他旁边 一起上课 是不是他有一些需要 不要忽视他 如果你知道 陪他一起祷告 带他去经历耶稣 或者写张卡片 鼓励他 送你一杯咖啡 然后带一个金句 来送给你 祝福你 或者说我为你祷告 好像最近发生这种情况 我有听到 为你祷告 不要忽视 平时身旁有需要的 也许你觉得经营我都没有 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帮助他呢 有 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名 就是他唯一的拯救 不要忽视他的需要 也许那个需要 你的能力帮不上忙 你觉得 但是你里面有耶稣的名 其实你是可以 将那美好的信仰 带在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在这一段 我们看到 这个美好的神迹 他们发生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复兴来到怎样呢 没想到 这一群在圣殿里面 这些长老文士 应该是跟他们 站在同一阵线的 对不对 结果是这样 他们就要开始抓住他们 其实这一批人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定死耶稣那一群 这一群人又在搞什么事 怎么闹得这么大呢 就叫他们来来来 站在当中 你们说 你们奉谁的名 做这些事情呢 他们以为 他们好像在做一件 很棒的事情 要这样公然的 审判他们 没想到给他们的一个机会 怎样 在大家的面前再做见证 你会发现有时候 黑暗仇敌 好像把我们推到一个景况 是觉得说 好像很羞愧 好像觉得很无力 但是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上帝正在预备一个舞台 让你在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哇 好像我来认识耶稣 哇 好像我的生命 有很多的改变 但是好像也面对到 有一些逼迫 巧巧的临到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 爱我们光明的神 但是呢 也有一个敌对我们的仇敌 他不想要我们去经历到 上帝这些美好的福分 但是呢 圣灵会赐下能力 和口才来面对 你知道吗 后来 他们就怎样呢 好 我们来读一下一章 四章一到三节好吗 请 那我们再继续念好吗 八节到十三节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致命的官府和长老 倘若今日 你们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认明 他们是跟过耶稣 在这边我们看到彼得又再一次的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知道圣灵充满不是单一个事件 不是说我过去五年前十年前我曾经被圣灵充满 我就不需要了 并不是这样 我们需要时常的求圣灵再次的充满我们 当彼得再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他们的面前去讲 然后去见证 引用旧约的经文 然后去讲 然后当他讲完之后 他们就认得出 这彼得约翰 他们知道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但是竟然有这样子的胆量 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改变了 然后呢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基督的 你知道吗 在这件事情当中 原本他们是要来审判他们 但是却后来发现给他们一个舞台 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充满胆量 然后见证耶稣基督 然后大家都认得 这就是彼得约翰 没有学问的小民 加利利的渔夫 我们都认得 但现在怎么有这样的胆量 从哪里来的 然后呢 旁边又站着怎样的 瘸痴 是明明得救的 找不出理由你知道吗 怎么办呢 在经文当中就怎样呢 就叫了他们来 就跟他说 不要讲 以后不要去跟别人讲 耶稣基督不要去怎样 恐吓他们一番 彼得约翰就跟他们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凉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弟兄姐妹 复兴会来到 但是我们也要预备 那逼迫也会来到 但是我们要有 怎么预备呢 我们当然不是说预备 啊我知道会有人 会来抓我们 或者会有人 会来抵挡我们 或者会有人怎么样 我们当然不能够说 以什么样的方式 但是最好的方式是怎样的 我们时常跟上帝保持关系 圣灵会赐下能力 口才 在站在那样的逼迫的前面 你会知道你该说什么话 然后在见证的背后呢 也有这样的 一群人同心的祷告 在四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我看看我这边应该 没有在上面 好 那我来念给大家听 四章的二十九节 到三十节 成就你手和你一指所预定 必有的是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一面叫你的仆人 大大犯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其事 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 行出来 当他们被释放之后呢 他们去找 他们弟兄姐妹 我相信他们在为他们祷告 你会看到在这边 他们继续为他祷告 要讲放胆讲道 一方面怎样 伸出手来医治疾病 使神迹其事 因着耶稣的名 要来行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些侍奉的背后 见证的背后 其实是有一群人 在怎样呢 同心的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复兴会来到 但是抵挡逼迫也会来到 但是我们最好的预备就是这样的 第一个我们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紧密的关系 求圣灵大大的与我们同在 第二个我们要为彼此祷告 聚在一起祷告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他们怎样的 肯定为彼得约翰在祷告 所以在见证的背后呢 其实是有一群人同心祷告 弟兄姐妹 你最近是否有人 与你一起祷告 想想看 有没有人与你一起祷告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讲的祷告 可能不是说比较泛泛表面的 而他知道你面对什么困难 你面对什么逼迫 你面对什么生命的挑战 你是能够愿意敞开这个部分 让他为你祷告 我其实很感恩 有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 牧师谢谢你的分享 你的见证 你的讲道 给我很多的鼓励 但其实我也要谢谢你们 为我祷告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们的侍奉 在前面侍奉 没有一群人在后面祷告 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在每一个见证的背后 都有一群人同心祷告 当我们面对那个逼迫来到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需要 同心合一的为 那面对逼迫挑战的人来祷告 每一个见证的背后 都有一群人的同心祷告 求神来帮助我们 想想看你最近有没有与人一同祷告 为自己祷告 为教会祷告 为有病痛的人祷告 为有面对逼迫的人祷告 如果没有的话 赶快去寻找一位或两位 当然个人祷告非常重要 但是不可少的也是一起群体的祷告 你知道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集 我就在他们当中 对不对 所以不要小看奉耶稣的名聚集 一起祷告 那是大有能力的 最后 我们看到 其实当复兴来到 其实逼迫也会来到 当我们走神的道路 当你走信仰的道路的时候 你会面对到的是什么呢 你会面对到一种更新 我们刚才讲安苏的日子 你心里没有得到力量 你会看到病得医治 你会看到生命改变 你会看到我们的罪被赦免 然后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但是也会有风浪来到 会有苦难来到 求神来帮助我们 圣灵会赐我们能力 去面对这一切的困难 当风浪来到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要小心有两个风 一个是怎样的 海上的风 那海上的风是怎样的 我们前面讲过对不对 当门徒要渡到对岸的时候 这样风浪来 好像要让他们怎样的 好像死在半路当中 有水灌进来 对不对 当风浪来到 我们是要屈服海上的风 还是要顺服在你心里面 圣灵对你吹气的那个风 这两个风的方向 可能很不一样 可能那个海上的风是 让你觉得没有盼望 还是回头吧 我们不一定要到对岸吧 但是也许在你心里面 你却有感觉到 我相信上帝要带我们去那边 我相信要用信心的祷告 宣告那风浪要停止 我们会平静的 平安的渡到对岸 海上的风跟圣灵的风 那个方向可能会很不一样 求神来帮助我们 不是要去屈服那海上的风 而是去顺服在心里面圣灵的风 当你顺服在心里面的圣灵的风 你会再一次的经历到 神的灵充满你 你有能力去面对 当你在走信仰道路 所面对到的那个逼迫 或者是困难来到 举例 你可能在家里面 你想要跟你的太太 跟你的先生吵架 那个风浪会让你觉得说 我受不了了 这种人 我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我要再次狠狠地训斥他一番 指责他一番 好好地指责他一番 点醒他 但是也许你心里面 正在吹一股风 为他祷告 爱他 包容他 原谅他 这两个风很不一样 那你要选择是什么呢 屈服海上的风 好 我就跟他对着干 还是你要顺服心里面的风 是的 我会继续爱他 我会为他祷告 我会包容他 我会忍耐他 我会相信上帝会在合适的时候 赐我合适的话去对他说 我讲的并不是说 好像都不用讲 不用去面对 上帝会赐我们合适的方式 合适的态度 去说 去沟通 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是要屈服海上的风 还是面对 去顺服心里面 圣灵对你吹的那个风 请容许我再次用水果 让大家去想一想 去思想一下 想想看 当你面对逼迫 我讲的逼迫 不是指说 我今天没有按的时间做好 所以面对到惩罚 所以我被老师逼迫 不是指这个 而是说 当你做了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你面对到冲突 你的想法是什么 无奈 好啦 这就是人生吧 基督徒就是要面对这些 教会就是这些 无奈 每个教会都是这样 还是生气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明明说做对的事情 你怎么这样对我 或者是想放弃 算了 下次这样 我不去 我不服事了 反正呢 服事就会面对到一些 哩哩哒哒的事情 放弃 或者是想要反击 他这样对我 我下次要这样 再对他 看看他下次出了什么 疲漏 我再这样狠狠的 批斗他一番 心里面所充满的 口就说出来 我打错字了 回 回就说出来 可就两个口吧 外面的口 还心里面的口 对 好 所以我们生命在面对挤压的时候呢 会流出我们的生命 但是 如果你的生命 是被耶稣触摸 怎么被耶稣触摸呢 就是他的灵 神的灵 再次充满在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的里面所流出来的 就会是什么 基督的生命 我们之前上礼拜 我们讲到说 当耶稣 要那个仆人 把水这样倒满 再倒出来的 水就变成酒 你可能在你挤出来的当中 你的 这样比喻有点怪 或是 有些 我可能就像 柳丁 比如我是柳丁 柳丁我里面可能有些 受伤 或者是 虫子的部分 挤出来有点这样 瑟瑟 或者是 不好的味道 其实你的心里面都会知道 如果你的圣 如果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你会特别的敏感敏锐 在你心中当中的一些罪 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 当我信主之后 我发现在我里面的那个良心 会特别的敏锐 有些事情甚至人家没有跟我讲 我自己没有想到 但是我就觉得说 那不对 我不想要再做了 你会感觉到有些味道怪怪的 如果你愿意 让他的灵再次充满你 你就会发现 当你愿意让神明那个黑暗面 让耶稣去触摸的时候 你所流出来的 就不再是你自己原本 那罪的生命 那个罪的味道 而是你流出来会是 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形象 当我面对逼迫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想要说什么 求神来帮助我们 你是不是正在面对逼迫 你是不是正在面对风浪 你是不是正在做一件对的事情 但却面对到有人挑战你 我们可以请敬拜团预备 谢谢 让我们再次被圣灵充满 让我们再次为基督的名活出 可能你那时要说 不能不说 或者有的时候面对家人 我们要活出这样 不能不爱 爱不下去了 但是当圣灵再次充满我 他的手触摸我 我心里面的那个苦的味道 色的味道 好像再一次的 有苦转成甜 有水变成酒 甚至有的时候你是这样 活出一个不能不做的生命 当你去做 你会面对要挑战 你可能不一定得到大家的掌声 但是当你再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就可以活出一个 不能不做的生命 你知道基督徒我发现 有的时候我们是反其道而行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同意 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 当大家都说 耐耐耐耐耐耐 我们说 呀 当大家说 呀呀呀呀 我们说 奶 当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呢 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 不能不说 不能不爱 不能不做 因为 当周围的风浪是大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被push说 啊 你就屈服吧 对 你就接受吧 大家都这么做 你也就这么做吧 对 大家都这样做生意 那你也是跟着这样做生意吧 大家都这样子面对学校的课业 你就面对这样学校的课业吧 大家都面对到两性的关系 我们就面对这样两性的关系吧 反正大家都一样 你这样做 你是最安全的 你不会被认出来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但是我发现 当我们真的 很认真的去面对信仰 知道我们里面 有耶稣的灵 他在里面好像仿佛在吹 在仿佛在吹 不要这样做 这样子会伤了我的心 不要这样做 这样会伤害你的生命 这样会伤害你的关系 你来顺从我 再次让神的灵充满你 你的里面就好像仿佛有种力量 你就能够活出一个 不能不说 不能不爱 不能不做的生命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看到 当父亲来到的时候 逼迫也来 但是彼得约翰 当他们再次被摄灵充满 他们就能够勇敢的去面对 然后活出一个不能不说的生命 我相信我们也都会面对到这样的情况 你可能很想为家人传福音 你可能很想为教会做一些事情 你可能很想要觉得说 我要改变一些坏习惯 可是怎么当我改变的时候 我的朋友反而更多的邀请我 去一起做这些事情 但是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心里面 圣灵在我们当中吹的那个感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心里面有胆量 有胆量 能够活出一个不能不说 不能不爱 不能不做的生命 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在做见证 好不好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不知道你最近是不是面对到 你觉得你在做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 却面对到逼迫 我讲的逼迫 可能是真的有人公开的反对你 就好像经文看到 也可能是怎样的 有人在背后议论你 或者是你想要服侍那个对象 没有给你好脸色看 你可能会想要放弃 可能会觉得无奈 很生气 或者想要反弃 但求神来帮助我们 这些想法我们都先降服 我们先来做一件事情 说主 愿你宝贵的灵再次的充满我 让我的心顺服你圣灵的感动 顺服你圣灵的风 我不要被外面的那个风浪吹逼 但我要被你圣灵的风吹逼 让我们活出不能不说 不能不爱 不能不做的生命 如果你最近有这样子 你可以在心里面 再次求祂的灵充满你 把这一切都带到主的面前 祂是全知全能的神 祂知道你在面对什么挑战 祂知道 跟著我的 1500是你的volley or between United 祂 ello也有所見出的 Yeah Lord 耶稣是我救赎主 何等丰富 神已无变刺 祂是我的喜乐共义而自由 有无边的爱 无限光神平安 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我心坚信 为耶稣使我盼望 我生命 与祂紧紧相连 和喜气这恩典 都归我 不是我 乃是基督在里面 黑夜虽深 但我不会被丢弃 以我救助 永远在我身边 我虽然若 能缓缓细细往前 我的缺乏 显出祂的大能 我心坚信 我牧者必保护我 祂离我 祂离我 走过死云有骨 哦 黑暗要过去 我的神不是我 乃是基督在里面 我无忧惧 我无忧惧怕 我只我已被赦免 前途光明 罪债已经浮起 耶稣 耶稣流血 受苦痛为我救赦 祂离我 祂离我 完全胜了 祂离我 我心坚信 我罪意完全解决 耶稣 耶稣是我永远的遮蔽 欧所连你脱落 我自由不是我 乃是基督在里面活 亲爱的耶稣 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在我里面 祢赐下祢宝贵的圣灵 祢赐下祢的名在我的里面 主 让我知道 我们不是一无所有 我们是在主里面富足的人 谢谢祢 主也求祢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 这世界来的风浪 好像要催逼我们去做一些 不讨祢喜悦的事情 主愿以圣灵宝贵的风 温柔的风 不停不停在我心里面吹动我 好叫我 能够去顺服祢 做祢喜悦的事情 让我的生命 成为祢的见证 主 让我们在面对逼迫 困难 挤压 我们所留出来的是 耶稣基督的生命 有耶稣基督的心香 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祢 赞美祢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请坐 阿们 赞美祢